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用一个红黑板的形式来总结一下CBA的第一阶段 我输了 我一个想玩笑一切的人 这一刻严肃的起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看一下 请看题板 请在五秒钟内快速作答 两个字 我提示你们一下 两个字 两个字 你写了好多 我这意思对了也行是吧 也行 你行不了 你不可能意思对了 你写的是吧 跳伞 你这是玩命呢 你这 倒是一边你跳伞 我写的恢复主科长 重复不了 不过放弃了 这题我答不对 行了 那这么着吧 那公布答案了 外缘 外缘 这么标的吗 第二题 第二题我告诉你们 更难 更难 我已经 场面太尴尬了 我也就放弃治疗了 怎么青春上鹅头画了一样 小鸡着米图 好 这个图是这样的 请看一下 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分别代表一个字 一共两个字 这个八卦图 这个 这是六 这是六 这是六棒 我以为是个雪花 对啊 从您这里面 我唯一能阅读出来的 就只有这个 你也答不出来 那你们只是最后一道题了 我不知道 这是啥 暴冷 我年纪画的比暴冷还冷 那你告诉我暴冷怎么画 好了 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 稍微的简单一点 看我这一个小人 把一个大人赢了 是不是有点暴冷低 好 好了 好了 这是什么 不是 这是几个字 我输了 也不用会想 我输了 也不用会想 我输了 俩字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体育相关的词 卖拐 你那是体育相关的吗 你看边上是一个自行车改的单价 对啊 然后有一个拐 对啊 我知道 俩字是吧 我真没想到您那画的还真是一个拐 你写伤病 你写的受伤 那咱俩就压题吧 我写受伤 好 恭喜任睿 完全压重 yes 你いて 我输了 我输了 你 我输了 你 你 我输了 我输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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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惩罚的更加尖锐的问题 辽宁队能成功未免冠军吗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相对来说 在这个休餐期的变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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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进到今天的实干上场的环节 咱们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分钟之内用遥控器操作这台挖掘机 然后把这儿的小球给运到这台翻斗车里边 一分钟之内谁放进去的小球多 谁就获胜 准备计时开始 我突然有种想喷垃圾话的动作 小心 你再往这边点 再往这边调一下 小杜 再往这边调一下 小杜 再往这边调一下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你吃 三 二 三 哎呀 三 二 一 恭喜二位 一比一 打平 那怎么办 实干拯救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二位辛苦了 我能够扩援的 服加递价值 实干拯救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你们俩说话 还有错吗 没了 够了 你们俩说话得不好 赠一个 还赠了一个 好 那我们本期节目也就快到尾声了 然后在最后还要请贾佳老师帮我们一个忙 就是要来提一个盲盒问题给下一期的嘉宾 下一期 对 以陶汉林和张宁第一阶段的表现 应不应该进国家队 应不应该 行 那就感谢下来老师 那下期不知道是谁来 那到时候呢 反正请大家回答一下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 那我们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CBA挖掘机挖掘比赛凭实力 我是挖掘机师傅舒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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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